我是周易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是行政院被攻占 但是今天早上五点半钟已经进空 见雪的状况是不时出现的 幸好并没有重大的伤亡 没有重大的情况 可是警察动用了水驻车 驱离民众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是到现场去了 占领行政院的总指挥魏阳 说这些跟民进党无关 但是魏阳已经被带到保安大队 由他的律师陪同 他在脸书上说一切安好 魏阳的父亲叫做魏怡君 新闻界非常熟悉 他是东华大学的文学系的教授 他的母亲杨翠的祖父是杨奎 鸭布扁的玫瑰 在台湾人的历史里面 曾经被送扬 马英九总统也恢复他的名誉 给予他证明书 在杨奎的人生发展史上 国民党现任的主席 马英九先生跟他的团队 曾经是加以送扬的杨奎文学纪念馆 在台湾也是一个重要的记录的所在地 魏阳要进入司法程序的审判 暴力冲进行政院 江一华院长下令驱离是不得已的手段 马英九总统今天早上8点45分 要召开英议会议立法院里的同学 仍然在和平抗争当中 青岛东路的情况仍然是布满了抗争的学生 反服貌变成了反马江 反马江之后对于两岸关系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换句话说 最近六年两岸交流 所引发的一些温馨的互信的合作的关系 会不会受到影响 也值得我们关注人民警察官员 之间互相所落下的痛苦的伤痕 怎样弥评也是重要的议题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而礼拜五王金平慎诉 黄世民败诉 在周末的时候 马总统记者会 学生也开记者会 大概近十几年来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面 红山军当时还比较平和 台湾学运最后爆发成为警察 用水柱镇压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现在现场的状况 行政院昨天晚间七点半钟 被魏阳这位黑岛国青年的运动团队的领导人 他也是因为有一位外征祖父 非常知名叫杨奎先生 而受到大家的瞩目 他现在已经被带到保安大队 他们用暴力进入行政院 当然必须用警察来驱离 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警员跟人民对峙这个在任何的国家来讲 特别是台湾民主得来不易 更是令人感到感伤 现在这些在场外场内的学生 有一些场内学生已经被控制 而且带到警方去 另外一批场外的学生自动离场 现在回到了青岛东路 那青岛东路的状况是怎样的 我们请台北之音的记者萧成平 来告诉大家成平 好现在青岛东路有很多学生 是从中山北路回来一夜抗争 情绪上一定是非常非常激动 他们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那现场也有从中山北路 回到青岛东路的同学 对不对 对的没有错 这些从正院回来的同学呢 大部分看起来都相当疲累 那深度的观察呢 就是这几天到目前为止 青岛东路的人潮已经减少许多 场内的同学也减少许多 那可以看得出来 是大家对于这个抗争 已经有略显疲累 不过一场内的气氛呢 还是相当平和 大家都还是在共商下一步 该怎么做 好我们这个现场有一位同学啊 是一手大学大众传播系的王同学 今年是大学四年级 王同学在你旁边 王同学你早 早早 你是什么时候到台北来的 我其实在上礼拜就已经先到 昨天有先离开去那个白杂屯妈祖拍照 然后因为下午听到就是看到网路有留言说 青岛那边有留言说 哦 那个 你有收到青岛国的留言 说要去攻占这个行政院 对对对对 就是被盗账号 然后就马上赶回来 你好像你是大众传播系 所以你基本上是用学生身份来采访 记录这件事情是不是 其实就是个人来参加而已 个人参加 那你有进入行 你有到行政院那里去吗 我是在行政院后门 就是第一波被 水平东路 对 你们第一波是什么时候被驱离的 他们是12点集结 然后大概一个半小时 那你们后来 你们最后是 谁指挥下令说大家这个离开的 我们都是被警察赶走 你有受伤吗 有 哪里受伤 手指头 然后手臂有被警官攻击 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呢 既然我们还撑得下去 当然要撑下去 你知道你 你的抗议到底是什么吗 就反黑箱鼓报 那总统昨天已经说了 开了记者会了 那个答案不能接受啊 那你不上课了 基本上老师蛮同意我来 做这件事 包括我们的系主任跟我的老师 我们每天都在固定的 LINE联系 就是场内的活动 你们同学有多少人来 我们同学其实都蛮明清 就算是自主的 没有一起上来 你们不是一起上来 所以你是自己坐车上来的 对 自己坐车上来 你家里在哪里啊 高雄 爸爸妈妈知道你来吗 这次不知道 可是之前就知道 那你昨天在行政院这样子 这个北平动物那样子 又被驱离 爸爸妈妈应该会担心吧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保重啊 我知道 因为群众运动久了 大家很疲累 其实情绪是不稳定的 你会觉得恨警察 波波叔叔吗 其实我昨天一直都跟我姐在联系 你姐姐现在毕业了 毕业了 就是因为我在场内网路不好 谁都要请他不好联系 他有提到说 他朋友的老公是本身是警察 然后那时候他们在警告的时候 就是三次举牌警告的时候 他就有请我们一定要赶快离开 因为他说 只要是驱离驱离的时候 警察几乎就是在发泄情绪的时候 也不是警察因为是下达指令 要接受指挥嘛 对不对 他不能不驱离民众 他必须接受啊 那而且这个去强占行政院 恐怕你们当时没有想到可能是犯法 而且这种行动会对学运造成负面的形象 这个 王同学因为你比较年轻了 稍微有点那个很重 可是你们当时竟然没有想到吗 其实有耶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是很反 也是蛮反对这种行为的 可是后来他们既然都已经出 都已经进去 然后看到震炮警察一批一批的进来 我们就 情绪会高涨对不对 对就去帮他们打 挡地坡 挡地坡 警察是有拿棍子打你吗 有啊 他们不只棍子盾牌什么都拿起来攻击 而且比较夸张的是 当我们走出警察的那个封锁线的时候 警察还是直接把我们人民 就是学生们踹出来的 哦 你说他们用脚把你们踢出来啊 对 就是我们已经走出来了 你说走出北平东路了是不是 对 走出他们的封锁线的时候 所以第一批被清除的就是后门的北平东路嘛 对对对 有一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参加 会不会让你们这个活动染上色彩 你有没有担心啊 其实政治人物在我们被驱离之后进来 他们都是被民众算是比较抱反面的思考去责备他们 你说现场大家并不欢迎他们是不是 对 民进党的那些天文 对他们是来做秀的 哦好 那王同学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回去哦 大概结束吧 你要等着这个学运结束啊 对啊 你高中读哪里 奉兴高中 你是南部 一直在南部长大的 对 好 不过大众转播系有这个现场经验 对你的工作 对你的这个来讲还蛮那个蛮特别的 嗯 哎希望你那个啊 注意自己的安全呢 谢谢你 谢谢王同学 这是在中校东路的占领行政院的活动当中 参与北平东路的侧门的 呃 这位一手大学大众传播系的王同学 他今年读大学四年级 他又回到了啊 青岛东路 马亦就总统8点45分要开会 不能不有所回应了 等一下我们请教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非常清楚马江的思维 也清楚台湾的社会运动跟学生的想法的 廖达奇所长来给大家做解析 政府的下一步学生的下一出 以及人民心里面的下一个想法 马上回来 我是周玉寇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节目 我们目前所了解的状况是昨天晚间大概七点半钟左右 学生运动当中呢路线哈 不同的激进分子 由魏阳这位同学有就是魏怡君跟杨翠这两位东华大学的文学系的教授的长子哈 带领去攻占了行政院行政院很快就被哈占据 这也是令人觉得吃惊的地方 因为在下午的时候 魏阳啊 他就透过脸书在集结 而且在现场有演练 为什么我们在现场的警方或者是一些便衣的政府所派出的搜集勤资的人士并没有理解到 而使得行政院在警力松散的情况之下 立刻八点钟左右就被攻占学生拿的梯子走到了行政院里面 还大大大地在院会的这个行政院里开会的会议室里面坐下来演讲 同时也侵入了这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办公室 不过行政院长跟机要室的办公室是没有被哈 这个啊 侵入的 那在整个的画面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堪 感觉到政府警力的维护是十分脆弱 令人难堪的 而旁边呢 隔的一条天津街呢 就是行政院辖下的警政署 我想大部分的人士看了都是血脉奔章的 啊 在这个活动里面啊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哈 想要借此啊 这个乘机来哈 这个为自己做政治秀吗 学生受伤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有受伤吗 这些学生 他们哈 能够安全的撤离 是因为他们有自保的做法 非常的强烈谴责在现场的民进党政治人物 他们只会作秀 而作秀到进了这个电视画面之后呢 就离去受伤被水柱喷的 这个满身淤青的是我们的学生 现在在青岛东路上也有学生 在立法院里面异常里有学生 8点45分 我们的总统要召开应议会议 如果行政院被占据 到了隔几天又有其他的政府机构被占据 难道景明还要在冲突 才要在暴力吗 8点33分15秒 在台湾的政治发展史上 有非常多的抗争活动 人民的力量走上街头 但是行政院被占据 这还是头一遭 而昨天呢 这个强势警力已经禁控了行政院 这些学生跟政治人物 尤其是学生 现在回到了青岛东路 马亦就总统8点45分 要有应议会议 究竟事情会怎么样发展 应该这个怎么样来看待 我们呢 请到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廖达奇教授达奇早 早 口口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昨晚那个镜头 好像不在大家的预期当中 对对对 非常的意外 我也是走在电视机旁边看到 看到很多中山大学教授 觉得很难过 因为你们中山大学的社科院 是第一批出动200位学生 社会所 是社会所 这次为什么这么多学校 都是社会所的同学在串联 包括昨天那个进攻行政院 被抓起来的那个魏阳同学 他也是清华的社会所的同学 其实在台湾的那个传统 或者说我们说这两个领域 就是政治跟社会 还有经济了 其实社会科学 基本上是三大领域 但是学政治像我们那个 我们比较了解政府 因为我们是学政治 而且基本的对象是政府 那社会是看社会 所以从做社会研究的人 他比较看到 比较把国家的机器当作是一种 拥有独占暴力的一个机构 那会对国家机器任何作为 会有一些比较挑战性的机会 其实也不错 这都是相继相当的 所以一般你从台大社会系 清大社会系到中间社会系 基本上都是比较自由派 比较狂野 他们比较相信街头的力量 相信人民力量 直接对话的力量 不相信政府体制 觉得政府体制 就会有一些 这个威权专制的可能 不过 当然就说他们进攻行政院 确实是十分不挫荡 而且我们的行政院 怎么那么脆弱 我是完全支持这样几个趋利 因为真的已经too much了 而且其实这些学生 当然在第一时间占领立法院 大家想想 OK这是国会机关 本来要多沟通 也都可以对他们的作为 或是那种理想性 给予一点支持 但是现在进攻到行政院 本身就是来自学生 自己内部的分裂 激进派跟比较平和派 所以他们这种行动 其实他们也要问 不能只看自己的 关心自己的理念 有多少台湾的人 其实很在意激进的秩序 也希望维护体制 因为大部分是在这个体制底下 还是安居乐业的 如果再讲数字的话 昨天好像国关中心 政大国关中心做一个数字 台湾支持福茂的人 还是有62% 六成左右 但是对福茂要透明化的审理 这个支持度有八成 所以学生其实最 希望透明审理 但是基本支持福茂 所以我想其实都已经有 这么多民调数字解读 这些同学理想性可以肯定 但是在解决问题手段上面 事实上这种作为 尤其攻到行政院 我个人也是 非常愿意支持行政院 比较强烈 不当然就是说行政院 是绝对被迫 不能不这样做 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他自己自私了 他的执政的立场 那是政府状态 台湾是真的要上革命 不过大家也蛮难过 因为江英华院长 他是政治系的教授 他一直是非常优秀的台大教授 那么你就更别讲 他一直是一个形象著称 年轻人所推崇的 偶像明星政治人物 结果最后动员 警力水柱 驱离学生跟民众的 竟然是他们两个人 在他们的人生上 应该落下了很深的伤痛 这种对抗对峙之后 其实就是疗伤止痛 今天早上马总统 要开一个阴影会议 他昨天已经开了记者会了 那礼拜六将一话 也到现场去了 那到昨天晚上为止 以前所做的努力 都归零了吗 廖教授你怎么样 看待了 我想这整个的 这个世代差异 好像您自己也在 Facebook提到 那我也看 小朋友好像都不懂 大人都不懂小朋友的感觉 因为这个世代差异 还有这种整个 在政府机关 我觉得政府跟社会的不同 那政府机关里面 它会有一个由上而下 而且有个体制 所以他一直强调 尊重体制 尊重法制 一天 一法办理 这样的一个思维 其实不仅是因为他现在是政府里面的领导人 两个一个是隔壁一个总理 那可能也是这个世代思维差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在网络时代长大的人 可是这群抗争的孩子呢 他们看的是水平的 你可以看到这些孩子 看到事情都是 他们有一个层级的一个概念 而且他也没有领域的界限 他们在网络上什么都可以串联 平等的 是平等的 而且不论身份 不论角色 今天管你是总统 管你是行政院长 你跟我讲话 其实就是网络上的另外一份子 他没有那种既定的压迫感觉 那可是这两个人的讲话方式 可能还是带着政府的官威吧 那这些孩子要求的 所以他们看完 有讲完以后 有几个孩子好像还痛哭流气嘛 气歪歪 我想的一方面是 他们觉得你怎么还是讲这些官方的话 成立宣导 对 郑林宣导 另一方面我想 他们其实心里也蛮累的 很想离开立法院 对呀 结果你回答到 害我们谁去坐下去 多哭流太辛苦了 不能洗澡 不能好好睡觉 所以我想这有多重的纠葛 反而变成另外一种愤怒了 所以我想这种沟通 其实恐怕政府方面 包括马总统 包括张院长 其实要放下自己 在这个框架格局里面的 成风的位置 喂 哈喽 这个 廖达奇院长在 所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不小心刚才电话线断掉了 那我们所访问的是 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 廖达奇所长 他也是政治系的教授 这一次呢 这个中山大学的社会研究所 这个是就已经 第一时间就进站立法院的时候 就派出了两百人 那中山大学 台湾大学 清华 交大 这个都是主力部队 还有南华大学 这个刚才我们也访问到 一手大学大中传播系 这些同学 这个昨天早上看完总统的演讲 是记者会是痛哭的 那刚才这个 廖教授提到 希望马江两位能够放下身段 所以达奇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觉得 好像他们需要一个 下台阶夜这些同学 是啊是啊 所以我说那个沟通 不能够直接就是诉诸于 第一个 马总统跟他们是隔空砍嘛 那张院长虽然到现场 但是一切都在透明之下 在众目睽睽睽下 学生也不能够软 那张院长当然也不能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事实上是需要有中介单位 那大家都回顾说 1990年夜百合运动的时候 事实上是有教授在穿梭嘛 那先把一些双方意见 达到一个共识平台 大家都找到一个台阶 那彼此也能够互相 某种程度不会说当面呛的时候 他有学生代表 到总统府那时候的李总统见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有一些 既有的一些经验啊 模式可以参考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 我其实也建议说 比方说这些学生都是玩视讯的 那马总统是不是可能有一个视讯的会议啊 那可以叫学生先派代表 尤其现在立法院这些和平派的学生 是不是要给他们一点点小小的鼓励呢 他有啊 他说青年关心国事很好啊 但是不可以犯法呀 对啊 那因为学生可能也都会有摆不平的问题啊 因为两个在立法院内部的学生出境风头呢 那对魏洋不贪不气了 他一出现就进了警察局了 百安大队了 你看看 但是可能他们在外面 鼓噪的就是比较不平静 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细致的沟通的做法 可以做 而不是很突然 除了就公开喊话以外 那这种细致的 比较低调的 不要引起太多注意的沟通 其实恐怕更重要 不过这个 这个达琪你判断像我这个 因为学生运动全世界各国你都看到过啊 那其实最忠于啊 执政者跟学生还是要面对面沟通 对话的 对不对 否则没有办法收场啦 对对对 而且这股气 我说这个反服貌气 刚才我也讲过这个民教数字啊 虽然有六成可以支持服貌 但是有八成以上啊 八成多 我记得的数字 觉得你不懂 是透明的 而且对那些竹条省的这种要求 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所以我想这中间 马总统跟学生面 应该一定可以找到一些 可以起话头的空间 那双方都设定一大堆的前提 那就不好谈 所以我才说要有先有中介人穿梭 然后进行比较直接的面对面的谈 这些学生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在一场里都没洗澡 你知道吗 他们虽然吃喝还算安全 马总统呢 八点四五分要开一个阴影会议 那显然他昨天的记者会议 当然他们一定也推估了 他这个先记者会喊话 因为他必须把自己的高度抬起来 他是个执政者 而且在国际媒体前面 要有一定的尊严 但是他说你们有前提 你们学生所以我不能沟通 但学生说你也有前提啊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跟学生对话 显然是要抛弃一点世代的鸿沟 刚才这个廖老师提到了一个视讯 其实还蛮符合学生的想法的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在网络上面这个沟通 那四十五分他们会怎么样做 这个还有廖教授怎么看王金平的角色 这个很奇特 那礼拜六本来要有内部一个院纪协商 结果王院长否决了 他不参加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说这是王院长在报仇 是真的吗 有这么多仇可报吗 你们都要报仇 那学生怎么能平静呢 好立刻回来 廖老师请你不要挂他电话 我们大家很多的像廖老师家里面 也有将来要进大学的儿女啊 那个很多的父母啊 现在也都在电视机的前面 特别是魏阳的妈妈杨翠 说他哭了好几次 但是他还是支持他的儿子 那魏阳说他一切安全 那林非凡呢 陈威廷这些在议场里的 要怎么下台阶呢 马总统是完全的高高在上的 盛气凌人的压制 然后这个取得最后通过福茂的协议 这样好吗 对两岸关系是有帮助的吗 对中国共产党在台湾跟人民之间的交流 对话是有助益的吗 8点44分27秒 我是周一口 马上回来口口早餐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学生的抗争飞香福茂 就是说刚才这个廖老师教授说了 民众是支持福茂的 但是支持的是透明审议的福茂 毕竟人民的焦虑感是存在的 那政府最新的因应方式是如何 等一下8点45分的因应会议之后 我们会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可是昨天晚上警察已经出动了 警民已经对视了 这样的一个伤痕 怎么样弥补 学生特别是青年选票 在国民党的这个流失当中 会不会更加恶化 这个状况对国民党的执政者而言 是什么考验 达奇 你自己是大学教授 这些大学教授转换的官员 他把学堂里的学生赶走 然后还要去指示他们 其实你将心比心对你来讲 你觉得这些教授官员 包括了马总统 嘉义华院长 所有的几乎都是教授出身的 情何以堪 当然面对这个局面 是对他们来讲 心抵触我想是很遗憾 也很难过的 因为大家都在大学的教室里面上过课 那面对学生要用一个比较严肃 而且公权力要动有公权力 那当然是不能够 心情上不能够承受 但是我想作为政府领导人 他除了个人的心情以外 他毕竟还是要看大局 我想这个心情 现在可能在立法院现场 林非凡最懂 那怎么懂 怎么讲呢 他本来是带领一群 好像理想相同的人 要共同来 用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 来取得国家机关的让步 就对于这个符号的 但是呢 马上内部有争议 而且这个争议以后呢 他也发现 非常有些地方很难沟通 只能尊重 那他作为一个学生 这样子的领导 他都面临到统合全部人 意见的困难 虽然他强调 他们有个共识 但是在方法上 手段上 就产生了激进 跟和平的这两种派别 何况马英九 作为国家总统 他当然一方面 听到这些学生声音 他们代表的也是台湾 一部分群众的一些想法 因为有这么多激进 也有些这么多的行动 但是另外一部分 也还是有些群众 是希望整个国家机关 是运作是正常的 而不是被学生一攻击下 就什么都瘫痪下 所以我想 他要统合这种 不同群体的声音想法 或是不同利益之间的纠葛 作为总统 本来就非常困难 我想林芬芬 在这个时刻 应该有所体会 所以马江这个时刻 他们因为角色的不同 他们如果在学校教授 我相信包括张一华 我们昨天才几个教授 如果张一华 现在还是在大学教授 教授 他可能还是鼓励学生参加 他才与民主抗争 对的 可能他因为他教这个政治思想 其实某种学生的公民权 或是用公民行动来阻挡国家机关 一些在法规上面 其实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其实他研究了 俄兰汉纳 最近才演勇者无惧 就是鼓励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 尤其在集体威权底下 大家只有接受命令 觉得好像一切就理所当然 但是最后的后果 就是纳粹屠杀 所以这种思维在教室里面 我相信作为江教授 他曾经是肯定的 要对国家机关 如果说是强制 一意孤行 要推动一个政策命令的时候 那学生有所行动 我想这个在思想上 在言论世界里面是鼓励的 但实质上 他是行政院长的时候 那扮演的角色 就不只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也蛮纠结的 看的高度也是全国人民心中的需要 还有对安定秩序的渴望 我们最后一分50秒钟来请教廖达奇所长 就是说你怎么看王金平的态度 我觉得王金平这时候会有点尴尬 当然他第一时间是拒绝了院级协调 很多人都叫好 因为他请出其实那个44条 宪法44条 确实在整个福茂的争议是在立法院内 还不牵涉到院级 所以他用这个宪法44条 那程实讲是比院方 而府方用的要恰当一些 但是在后续像今天 我们看到行政院已经强力驱离了 那他作为国会的领导人 那而且府院双方都说 要尊重立法院的国会自主权 那么是不是这个立法院院长 也应该有所作为 我想他会有这个压力 不过他可能算计的整个事件里面 算计的恐怕这个马跟王的恩怨情仇 还是有那么一笔 何况他可能也在计较2016以后 他还是不是立法院院长 对 所以这个要看很多这个复杂的互动 好我们还是看 你看今天中美清都取消了台南的行程了 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世界 希望他们有智慧 谢谢 谢谢廖达琴教授 他是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政治系的教授 这次主要的学校是清华 交大台大中山 而且很多学校都是社会系 或者社会所的学生 社会所的学生 社会系的学生 他们对街头的人民的力量 是崇尚的 是信仰的 那马总统 这个对于学生的运动 在任何一个国家 恐怕面对面的对话 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大概必须请出一些学生代表 跟总统到总统府 来这个对话 只能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否则的话 如果夜夜都有突袭 都有占据 那将如何是好 来我们今天祝福大家 明天早上再见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呢 这个礼拜一 美丽不是秘密 我们要进行的是 美魔女系列的第五讲 讲到的是怎么做美魔女妈妈 也就是女性的怀孕片 那前三个礼拜 我们讲到怀孕之前六个月 要怎么样这个注意饮食 怀孕前期 前三个月 要多摄取叶酸类的食物 那怀孕中期 要多摄取蛋白质食物 那怀孕后期 上个礼拜呢 谢一方营养师告诉我们大家 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那一方早 可可姐早 怀孕到第三期的时候呢 妈妈很辛苦的 那你那个 你自己怀孕到最后一期 也是很痛苦啊 好累哦 整个人很容易喘 为什么呢 因为太往上顶之后呢 你的整个呼吸就急促 再加上身体很肿 会水分排不出去 更难过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注意 先注意饮食 当然注意饮食 因为怀孕 因为有些妈妈们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譬如说 她有妊娠毒血症 或是有糖尿病 到怀孕第三期的时候 很多症状就产生出来的 譬如说 有些妈妈是高血压 有些妈妈是水排不出去 从水肿 所以这个时候呢 特别要注意 到怀孕第三期 那个嘴巴真的要缝绊 为什么呢 就是不能吃太咸 也不能吃太甜的东西了 不能吃太咸太甜 对 那尤其有时候 医生跟你说 她已经够大的时候呢 你到第三期 那特别注意 淀粉类的东西 可能要非常非常的节制 那很多妈妈 她这个胖胖胖胖 很多是不是 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 她的淀粉吃太多了 对 其实淀粉 还有其他东西都吃太多 而且妈妈啊 我可以 会胖的妈妈 大部分就是因为 到晚上的时候呢 就会找先生 带她出去外面吃宵夜 我发觉很多爱吃宵夜的妈妈 到怀孕第三期的时候 就会腫了 特爱吃宵夜啊 对 会很肿很肿很肿 为什么啊 因为她的孩子到晚上 会替她 说我肚子饿 肚子饿 可是妈妈就很不节制了 就很喜欢吃宵夜 其实有时候 是妈妈嘴餐比较多 孩子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可是妈妈觉得 那时候 我因为有怀孕 所以我可以多吃一点 她一直老觉得 自己可以多吃一点 可可姐 我们有事 我就做看一些文献 然后他们说 怀孕有些妇女 怀孕时候过胖之后 等生产完之后呢 如果说体重没有办法 恢复的话 其实跟先生有关系 他们发觉 如果先生对太太的 爱比较多的话 生完之后呢 恢复会比较好 是吗 对 先生对太太爱比较少 就是不太关心的话 太太就会放纵自己 可是我跟你讲 我觉得怀孕到后期的女性 很麻烦 一点就是说 你要你要做妈妈 很紧张 第二你真的长得丑丑的吗 拥拥种种的 又走不动啊 什么的 那第三这个时候 如果你丈夫又嫌你 这个很累赘的话 那不是更麻烦 除非那个丈夫 对他很好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吃可能就是让心里 比较这个解除压力的 一种方法 会不会这样 可是女生吃的话 有时候那个反而会 恶性循环 嗯 因为你当你吃之后 被臃肿 永远看自己就越不喜欢 其实情绪更糟糕 就越吃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对吃海参真的要解除 后期 就是后三个月的时候 尤其盐分一定要严加控管 否则就 否则水肿会很严重 对对 因为本身就是容易水肿了 因为 呃 因为你性荷尔蒙的关系 就是怀孕一些荷尔蒙关系 所以特别容易水肿 你的意思就是说 经过中期到七八个月的时候 其实孩子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嗯 那时候要补充什么营养 最后期 后期还是一样 就是持续孩子持续长 后期还是长得非常快 可是就是 嗯 要看情形 因为孩子要养到 刚刚好熟 但是又不要太大 嗯 不好生 不好生 因为有些妈妈 嗯 呼噜呼噜一下吃下去 孩子已经超过三千多功课 那真的很难生 哦 所以要把它养到 大大小小刚好 刚刚好 那就是多吃蛋白质 少吃那个淀粉的 对 尤其淀粉 什么样的淀粉呢 到第三期 千万不能吃太多含糖的东西 嗯 因为他发觉 蛋糕千万不能吃 这很重要 为什么 我要讲理论根据 当你 怀孕第三期 做吃太多甜的东西的话呢 会刺激起那个荷尔蒙 叫胰岛素分泌 嗯 那脂肪堆积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就会产生 嗯 呃 在不该的地方堆积 哎呦 那就是肚皮上 肚皮堆积 那肚皮堆积 更多之后呢 就可能会让成 造成血糖过高 嗯 那血糖过高的话呢 对胎儿跟妈妈都是个危险 妈妈 胎儿也会血糖过高啊 嗯 因为如果是你 呃 血糖太高的话 会产生巨婴症 哦 巨婴症 就是孩子长太大呀 孩子长太大 就是妈妈吃太多 像有些糖尿病的妈妈 孩子就长得特别大 四千五千 妈妈一定是 呃血糖太高 哦 所以孩子才会太大 像这种巨婴症的孩子 其实一生出来 其实很危险 他血糖马上会掉下来 嗯 所以其实他有他的危险性 所以妈妈 尽量不要把孩子养得太大 嗯 其实妈妈不好生之外 孩子也容易有出现一些问题 哦 而且 而且这种巨婴症的孩子 日后变成糖尿病啊的 或是肥胖的危险性 可能性很高 对对对 所以妈妈 呃到怀孕第三期 不要太开心 甜是真的要节制又节制 这个是在后期哦 后期这个阶段 特别也是以蛋白质为主嘛 对 蛋白质为主 然后那个饭的话 一餐大概半碗量 不要太多 因为大部分 可以吃饭呢 可以吃饭 但是就是呃 嗯 你中期的话 你可能意大利面一盘吃完 我不会说你怎么样 嗯 可是你到后期的话 如果他已经够大的话 你再吃完一盘意大利面的话 就会让我们三条线 你会觉得你过量了 那不是你一天吃一盘也就算了 有人他从早上晚上都吃好几餐 对啊 对啊 那就很可怕 最好是三正餐就好 其实现在妈妈除非那种 嗯 很瘦很瘦的妈妈 现在还有些妈妈怕胖啊 嗯 也控制太厉害的 那也是比较不好 好 我们今天还要讲一下 就是你不可以吃太少的妈妈 对对对 太少也不好 嗯 所以基本上到呃 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医生会告诉你的孩子发育 哦不OK 嗯 那孩子太小 你要多吃点 让孩子长大 嗯 孩子太大 你要少吃点 让孩子不要太大 嗯 刚刚好就好 你吃的多的话呢 孩子真的也会吃进去 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在中期的时候说 早上啊 要喝牛奶啊 要吃蛋啊 那这个时候的牛奶啊 牛奶蛋还是要 最少补充钙质 钙质很重要 这一段钙质也很重要 像怀孕整个过程当中 妈妈一天喝两杯到三杯鲜奶 都是OK 都没有关系 嗯 那呃 这时候唯一要剪 就是尽量剪淀粉类 还含糖饮料 嗯 我这边千万千万 请妈妈们 不要吃太多甜食 到第三期 真的不要吃太多甜食 嗯 就是蛋糕那些 都不能吃太多 对对对对对 就不要吃了 对都不要吃 淀粉就只要吃米跟饭 米饭就好了 对比较安全点点 米饭跟面食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米饭面食合在一起 一餐大概半碗到八分慢 嗯 千万不要吃一两碗了 嗯 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最好宵夜还是避免 对 宵夜避免 千万不要去夜市乱吃东西 哦对 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要讲 其实怀孕 不管是哪一个阶段 大概对夜市都要有一个 非常谨慎的选择 对对 马上回来咯 今天一段广告 我们的这个 最好这个 警惕的警告 来告诉大家 在怀孕的最后一段阶段 也就是后期 就后面这三个月 妈妈要怎么样保持你的饮食的均衡呢 保持饮食的警惕 以免你变成了一个太胖的妈妈 要恢复成美模女生很困难的 对 那有哦 要剪很难 而且现在有抽籽 也不见得能够抽到很好 进广告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呢 美丽不是秘密 coco早餐节目星期一的这个单元呢 为各位所进行的是美魔女系列的第五讲当中的 美魔女妈妈的养成啊 就是怀孕 第四堂 也就是我们的第四 第五讲当中的最后一堂啊 讲到了怀孕的前期 中期后期跟准备怀孕啊 那现在讲的是怀孕的后期 哇 我们在场的谢一方老师哦 告诉大家这个 他用非常的郑重的语气告诉这个妈妈们 千万不要乱吃东西 特别是不要去吃夜市的东西 为什么 哎 我跟你讲夜市东西第一个 我们先讲几样东西好了 臭豆腐是不是炸的 炸的东西对宝宝好不好 不好 可是宝宝会不会想吃炸的呢 他不懂 他不对 宝宝还没还没尝到那个口感 美味 对 妈妈已经 其实那种最主要是炸的油的问题 厅室里面因为太多炸的东西了 不能吃 是 那在在那个臭豆腐会加很多酱 那些酱可能弹辣比较高 高一点点 对妈妈来说 对 那尽量不要 那至于那个麻辣臭豆腐 妈妈还是不要 因为怀孕到后期的时候 很多妈妈都有痔疮的问题 真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它会压迫到 妈妈的一些大肠 就是那个直肠那个地方 会压迫 所以本身呢 他的肠乳动 因为荷盟的关系 肠乳动会变慢 再加上你整个胎儿 在整个会压住 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便秘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那医生会开那个什么 通便的药给他吗 对 忍便药 一定会开 那妈妈一定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帮助你排便 那是没办法 那妈妈好辛苦哦 那个排尿也会被压到 便便也会被压到 你们还好意思不孝顺妈妈吗 所以真的是怀孕到第三期 真的是很辛苦 对 第三期妈妈要便便 要每天至少要一次 每天要至少一次 所以为什么就说 一定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因为增加纤维质的量 增加水分的量 能够帮助你排出来 可是有些妈妈若因水肿的话 有时候医生还会给你陷水 所以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那你刚才说 这样情况之下 他就容易得痔疮了 对容易得痔疮 所以尽量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的话 可以就是每天排便 因为有时候大便太硬 粪便太硬的话 会卡在那边 容易造成痔疮的问题 那夜市里的东西 对痔疮也有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 第一个辣 辣的东西 其实会比较会影响痔疮 譬如说 妈妈想要吃个麻辣臭豆腐 那我对妈妈来言 那个真是不好的东西 那我们必须讲说 麻辣臭豆腐 是怎么做麻辣酱的 那麻辣的味道是怎么来的 是天然的味道 还是人工调的味道 这都是妈妈要好好认真考虑 那这些麻辣酱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重金属的问题 因为里面万一有千格拱 这些重金属 一旦吃进去肚子 是吐不出来的 会经由血液伤害到孩子脑部 尤其我们有像多 食安的问题的情况下 你的意思就是说 怀孕的妈妈 最好还是吃自己 准备的食物比较好 即使要去夜市吃的话 也挑比较安全的食材 比如说像麻辣类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吃 要炖排骨 因为你也不知道 那个药的药材 是不是适合你 也千万不要 但是你说 我吃完阳春面 可不可以 那是可以 因为阳春面 如果说很安全的话 OK 就是不可以吃淀粉太多吗 如果说你晚餐吃 晚餐吃 没有这样 你知道睡前去吃个阳春面 但太恐怖了 不是吃宵夜 小小小小小 对对对 晚餐吃 因为有些人夜市 是在当做正餐的时候 但是你要补充到其他地方去补充烫青菜 或是蛋白质的肉类 夜市当然还有些东西 你也是可以的 譬如说 其实你这样讲讲 现在夜市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比方炸鸡排 比方可丽饼 这些东西恐怕都要好好的选择 是不是 因为炸鸡排的话 第一个是 最主要是盐酥 有酱 所以盐粉比较高 然后炸的油也是让我们比较担心的 你知道以前有段时间是 譬如说多粒粘粉 因为炸的油不干净 所以那油会经过妈妈胎儿 会到 有妈妈体验到胎儿 所以妈妈还是尽量不要吃 外面那些炸的东西 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好的油 对那基本上比较安全的话 就是一般来说 他们水果类比较安全 就是不要先切除 一般水果会比较安全 其实你这样 寇寇姐 你主要想想 夜市到底妈妈能吃东西 还是真的有些 还是不要去 还是不要去好了 怀孕期间 你都不要吃这一类的东西 会比较好一点 对 我们现在在台湾很流行 那个坐月子有没有 坐月子中心 就给你准备很多东西 应该吃的食物 那个坐月子的妈妈 对对 那现在在台湾 怀孕期间都没有供应 人家饮食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做一行生意 就怀孕前期 中期 你今天不是讲了 我们讲了四堂课 一个是怀孕之前 一个是怀孕前期 怀孕中期 怀孕后期 就大家开一个生意的地方 就是这个饮食的供给不是很好吗 基本上坐月子是被关注的 所以叫他乖乖吃 他必须乖乖吃 对 怀孕的时候是趴趴走的 所以你管不了他嘴巴 你管不了他嘴巴 这样的对 要是你供应他食物 他孩子长得不健康 他还可以来告你 说你的食物是不好吃 不均衡 你看 一方就是比较专业一点 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怀孕到后期的时候 最后一个月呢 就是要在生产之前 那是不是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因为那个时候 妈妈一定要多运动 运动的时候 就是走路吗 对走路 运动的时候 其实妈妈应该要脱腹带 把孩子要脱高一点点 因为孩子往下垂之后呢 其实对妈妈子宫压迫也不太好 那韧带也是比较会伤 将来比较容易 就是往下下垂 对所以还是脱腹带 那每天呢 一定要认真的运动 运动对妈妈而言的话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说 可以训练你身体一些肌肉 第二可以 不会让体重过重 那心肺功能也可以帮助 那最重要的是 怀孕最后期的妈妈 要特别注意 不要吃太咸的 那万一要水肿的时候怎么办 可以吃一些天然的利尿剂 譬如说喝红豆水 妈妈一定会喝红豆水 我们红豆汤呢 煮来喝的时候 只喝上面水不要吃红豆 不要放糖哦 对因为红豆就是饭 吃完红豆跟吃饭一样 有时候会容易长胖 另外呢 有些人是喝玉米蓄水 可是我觉得玉米蓄水 还是比较担心 因为玉米蓄 还是农药残留比较多的问题 玉米蓄是到市场买 还是在中药店买 可是你很难保证 你很难保证它的玉米蓄取得来源是干净是正常 因为一般玉米蓄都是在菜市场都丢在外面的 他有些人就把它剪一剪晒干 那也没跟你气息 对对 其实我觉得危险性还是比较大 所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喝红豆汤红豆水 或者说芦笋汁的芦笋水 那把芦笋拿来煮水喝也是可以 这些都是天然的利尿剂 对对天然利尿剂会比较安全点 万一有水肿的话 一定要喝天然利尿剂 把身体多余水分排掉 几乎百分之百的妈妈都会有水肿 然后尽量不要再吃甜食了 尤其孩子过大 因为我常会碰到人家问我说 营养师怎么办 医生说我孩子太大了 这个时候你既吃任何甜食 淀粉那一餐就只能半碗量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把嘴巴这个管好 那这个最后我们再一点点时间 再讲一下 就是说生完小孩了 对不对 生完小孩很多人是在做月子 那生完小孩有哪一些 最基本的概念要注意到 大概你的体重 要在你生完小孩多久的情况之下 四个月到六个月 让他恢复到你 顶多比你还没怀孕之前 多一公斤到两公斤 顶多顶多 那四个月到 怀孕到应该是 做完月子之后 到四个月时候是黄金期 瘦身黄金期 很多妈妈她不是要喂奶吗 她就不能够那个 节食啊 或者说把自己的饮食 改过啊 很多妈妈要喝一点 那个很多胶质的东西 不是猪脚汤 猪脚汤 对 基本上还是可以减轻体重 不用担心 你因为 虽然为了哺乳的过程 吃的东西 但是你还是可以 让自己减轻你的体重 对 因为哺乳过程当中 因为妈妈为了制造乳汁 也会消耗体内的热量 哦 是哦 所以那个反而容易瘦啊 对 而且那宝宝在吸奶的过程当中 刺激乳房 刺激乳房 也可以刺激子宫收缩 所以妈妈反而身材 会保持的比较好 所以哺乳是最好的 对 最好的减肥良药 所以妈妈一定要哺乳 哺乳之后呢 你至少就是说 你很多多余的热量 就变成奶汁 给宝宝了 哦是 对 哦 原来是这样子 那你有自己哺乳吗 有啊 当然有 你两个孩子都自己哺乳啊 这哺乳很短而已 哈哈哈哈 那就是哺乳 就是一个减肥方法 对 但是在四到六个月的时候 要把体重恢复到 对 只有卫生小孩的 差不多一个月的 顶多对 顶多多一公斤而已 那如果要生第二胎之前呢 这个大概 你的身材要恢复到 你在生第一胎之前的状况吗 还是 最最好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 因为一般来说 怀孕第一胎跟第二胎 都一定 一定有点间隔嘛 因为你身体的恢复嘛 嗯 那你最好能够恢复原本的 身材恢复掉在怀孕比较好 对在怀孕比较好 胖上加胖的循环嘛 像以前妈妈们都 一胎一胎一直生一直生 所以就一直胖 一直胖 两公斤两公斤两公斤 到第五胎的时候 四公斤就永远解不下来的 好啊 如果注意到这个 谢一方呢 营养师告诉大家的这些 基本的怀孕的 美魔女妈妈养成的这些 重要的尝试 跟这个规则之外 之后呢 你可能就可以长得 跟谢一方妈妈一样了 因为她也是一个 美魔女妈妈 非常谢谢啊 谢谢一方 无私的告诉大家 怎么做一个美魔女的妈妈 一方就是属于 这样的标准的妈妈咯 可可姐才是美魔女 耶 马上回来 谢谢肯定